每台个人电脑都有一个微芯片核心 被称为中央处理单元或CPU 电脑程序中包含的各种指令都要由CPU来执行 最早的超级计算机有更多的CPU 弗吉尼亚大学的计算机教授安德鲁·格里姆·肖说 这使得微处理器变得更快更便宜 目前所有的超级计算机都是并行的 以普通计算机不同 超级计算机的中央处理单元由成千上万个CPU组成 而中国这台超级计算机内有数百万个这样的中央处理单元 并行计算机就是由我们通常称为节点的许多台个人电脑组合在一起建成的 这类计算机消耗大量的能量并且产生大量的热 因此需要配备一个大型的冷却系统 而且超级电脑内所使用的计算机程序 与普通电脑是不一样的 格里姆·肖说 如果有足够的资源 任何人都可以建造一台超级计算机来解决需要大量数学计算的问题 还有另外一种建造超级计算机的方式 就是虚拟超级计算机 这种虚拟的超级计算机通过网络把整个大学校园或者企业内的所有个人电脑连接在一起 然后在这些个人电脑空闲的时候使用它们的资源 有些计算机可以非常容易地在虚拟超级计算机上执行 因为这个问题大多是由相互独立的小问题组成 因此可以很方便在不同的地方分别执行 我们大学一直使用这种方式 格里姆·肖还说 10年前工程师们开始寻找让计算机运行的更快的办法 此后它们便不断地制造出越来越强大的并行机 超级计算机不断地改变着科学和工程学领域 我想很多人都不了解 今天我们的超级计算机已经能够很好的对我们的世界进行建模和仿真 格里姆·肖表示 超级计算机的能力使得未来的科学研究工作前途一片光明